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陪灵慧 邀请到基督工人神学院院长 吕绍昌牧师主讲 陪灵慧的目的是栽培造就信徒灵命的成长 这次陪灵慧的主题是追随基督 吕牧师从四个方面和会众一起思考 一开始从呼召开始 这次我的呼召以后就起来传扬 传扬有什么样的信息 那是根据保罗他所领受的意象 来自己来传扬他 那之后就传扬过程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 之后就传扬之后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那就是这样来进到荣耀的神的国度当中 每个人成为基督徒 都可以说是一个上帝的呼召 但说到要尾声追随基督 往往会感到各种困难和张力 归根究底说这是一个舍己 悲喜之下的跟随他 也其实也是一个负上代价 那这个就是平常日常的朝链 没有捷径 也没什么很虚化的事情 就必须很实际的在生活当中 一天一天的锻炼 那这就是跟随基督效仿他的 模仿他的样式 在跟随基督的路上 往往需要不断调整脚步 这次参加陪林会的朋友 也得到了提醒和启发 可能最启发我们的就是 我们对自己最的认知 就是我们每个人呢 有自己的盲点 真的如刚才所讲的 我们看不见 有时候我们是需要被别人提醒 有时候呢 我们自己看见了 只是看到了别人 却没有看到自己 所以这个盲点求神给我们 每个人都能够看见自己 以至于我们能够成长 我们每次参加陪林会的时候 都是希望能够听见主对我们说话 那我自己的感觉是 其实也是很久以来我的感动 就是觉得 觉得孙牧师和我应该往前去 觉得应该到各地去传福音 因为上帝有给他这个恩赐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心里相信 不知道什么时候神会很快要把我们呼召出来 走上这一条 就是说未知之路 除了对个人的启发 主任牧师 孙雅各牧师 也透过这次培林会 思考教会整体 如何更好地跟随基督 这个培林会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视野扩大 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得到的是一个深远长远的一个对未来意向的一个调整 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一个这个教会中我们需要如何的配合整个神所要工作的方向 所以我们也很愿意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神所爱的所呼召的 真是上帝的爱激励我们 上帝的灵感动我们 愿意不计代价跟随基督 一生传扬基督 这是我们从圣经所领受 也是我们经历神以后很心甘情愿 很欢喜快乐做的事 就自然我们每个人都要起来传扬基督 在香港一次聚会上 中国资深经济学家赵晓博士 与当地的基督徒商人教会领袖交流 08年的金融汉校使得中国提前 10年甚至20年进入到大博舞台的真主要 赵晓是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 曾经在国务院经济研究机构 担任重要职位 对中国经济增长又深入研究 经济的发展 的确也会对社会进步带来帮助 但是也不是完全的了 比如我们就以中国大陆为例 我们说这些人经济 取得了很大的成长 然后物质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改善 但是大家没有同等的 去享受到经济的烦恼 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腐败也非常的严重 以前赵博士曾经认为物质经济的发展 就是社会问题的出路 但在一次出国 他看到周围都是教堂 启发了他改变经济理论的路线 比如我们看到 这个市场经济 是从西方的基督教的伦理出来的 没有新教伦理 就没有今天的市场经济 那我们看到西方的很多的制度的背后 也是以基督教的假设为前提的 比如说基督教相信每个人都有罪 赵博士认为基督教伦理承认人有犯罪的倾向 不能单靠自己去做到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诚信 自由与公平 唯有借着信仰 让人有能力去做对的事 从而维持经济和社会秩序 信仰的最大的好处 它就给你一种力量 让你能够摆脱过去的生活 让你能够进入到新的生命 让你能够有行善的能力 有行出公义来的能力 其他的宗教他们相信 如果你不断地洗它 黑色的木炭可以洗成白色 但是基督教的信仰从一开始就否定 我就是木炭 我是不可能把自己洗成白色 所以我是要上帝的拯救 所以一个基督狐信上帝之后 一般来说他会越来越谦卑 他对自身的本质认识的越深刻 对自己的罪认识的越深刻 那么他会越谦卑 亲身经历之外 赵博士还见证了很多中国商人 同样因为信仰生命得到改变 比如他们在商业上开始 更讲究商业道德 人类行贿受贿的 那么现在他就不再行贿受贿了 因为他认识到这是不对的 人类做假账的 现在也不做假账了 然后他的家庭关系也发生过了 人类可能有包而来的 那么这个也是有很多崑害性关系的 那么现在开始改变回归到家庭 更愿意花时间在家庭上 跟这孩子身上在心底心上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这方在他们的信仰发生改变之后 他们个人的生命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生产都有巨大的改变 那么这是非常明显的了 2007年赵博士创办 乡博领导力机构 希望兴起中国的基督徒商业领袖 从企业开始转化社会文化 我们知道90%以上的人 都是在企业工作的 如果企业家性贵 那么他们就会影响到 90%的中国人 那么他们就会影响到 社会的包包内容 所以我们知道 经济领域的影响 它不仅是经济的影响 它也是文明的影响 2010年赵博士获邀成为美国柳西教会 举行的全球领袖高峰会 第一个来自中国的讲员 向来自不同国家的基督徒领袖 分享中国在全球基督教文化转化中的角色 中国将来要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 要成为一个宣教的大国和强国 那么这是一个方向 再一个我觉得就是 中国的这种商业文明的 这个假设说欣喜 那么中国人这个 可能还没有去宣教 但是已经把生意做到全世界起了 这里面假如有很多聚会的商人 他们有很好的商业盗贼 他们有这个有良好的商业行为 能够对他们所 比如说影响的这些国家 能带来祝福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来自中港两地的领袖和西方宣教士 在香港的聚会上一起祝福中国 但是我们祈求 你让我们这些小小的人 都能够把喜乐带给中国 我们看到现在在 在看到它的成效 就是看到中国的 这样一个转化的前景 那么所以呢 在未来的这样的一波 这个更大的一个转化里面 我们相信就全球的华人 那么也包括 这个香港和大陆的华人 其实都是连在一块 爱地球观察站 程妖宁将所关注的议题和看法 或者是各种聚会活动的信息 发送到cdv.tmea.us 小清晰同一时间 再和大家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